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基本公式有几个你还记得吗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圆柱圆锥 对于圆柱而言我们要求掌握它的表面积 要求掌握它的体积对吧 咱们一个个来说它的表面积这个F等于什么 等于上底面加下底面再加一个侧面 上底面是个圆 所以是我们这样写啊 上底面上底面两个圆再加上侧面 好圆的面积公式我是知道的 应该等于啊 π乘以小2的平方 那么这个侧面那么小啊 哎 这就是这就是到了这个圆柱的侧面打开 是个什么东东 是个 圆柱的打开是一个啊 长方形对吧 所以你要想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一个是长方形的长 一个是长方形的宽 宽就是它的高H 那它的长就是它的周长 所以圆的周长我们用C表示 它的高用H表示 那这样的话它的表面积是不是出来了 好 这是最基本的啊 那有了表面积对于体积而言 体积比较简单 体积等于啊 底面积乘以高 底面积 乘以高 对吧 那G是圆柱的 那么对于追起呢 不光是圆柱啊 什么追都一样 对于所有的追起 它的 它的表面积咱们不做重点考察啊 我们也不要去掌握 但是它的什么 它的体积我们还是要求掌握的 对于圆锥的体积应该等于啊 相用筑体的三分之一 或者叫做三分之一乘以 S底 再乘以啊 高H 好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筑体 筑体的三个重要公式 好了 那接下来有了这三个重要的公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看立体了 来 告诉老师 立体预习了吗 哈哈哈哈 没有预习就抓紧时间啊 好了 兄弟们 刚才那老师让大家去做一做我们的立体 那么我问问大家啊 立体的第一题 第二题做了吗 哈哈哈哈 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做 因为我们到了六年期啊 基本上题目啊 新题已经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啊 综合复习了 那来看一看立体的第一题 第一题 一个圆柱的高减少两厘米 侧面积就减少了50.24平方厘米 那么它的体积减少多少立方厘米 括弧拍下去 再来一次 现在这种题怎么办 首先我们应该先画一个草图啊 来 先来一个小圆柱 这个圆柱的高减少两厘米啊 好 假如这地方是那个两厘米 那我们看 它的侧面积就减少了50.24 而这个侧面积就是什么 哎 就是这一流 对吧 哎 有高 有周长 OK 咱们写一下啊 它的侧面积 应该是 Ti乘以D 底面周长 乘以你的这个高 就等于你的侧面 50.24 那你看 当我把这个算式往这一写的时候 谁出来了 哎 这个直径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一旦有了直径 你想求啥就求啥 那D就应该等于50.24 去除以2 然后再除以啊 哎 再除以π π就是3.14 那D就应该等于啊 嗯 25.12 除以3.14 对吧 D就应该等于啊 8 一旦有了D等于8了 那个半径小2就等于几啊 哎 它就等于4 一旦有了半径小2等于4了 那你看 它让我求的 呃 体积减少多少 那个V 少的 嗯 那就等于啊 太乘以啊 以命半径 太乘以啊 高 对吧 也就是3.14 去乘以啊 这是16 嗯 乘以32 对吧 这个数啊 哎 你把这个数求出来 是不是可以了 好了 看一看老师求的啊 这个数我求的是100-48 立方厘米 好吧 好了 继续我们的立体第一体啊 事实上我们说立体第一体 你综合起来看一下 呃 有图 有公式 两公式 对吧 那就解出来了 好 那么不得说啊 立一就到此为止 看下看下一个 来 走你 立体第二体 立体第二体说 如图用高度是一米 底面半径分别为1.5米 一米和0.5米的三个圆柱组成一个物体 此物体特别像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 特别像个巨大无比的生日蛋糕 是吧 就是没有蜡烛 哈哈哈哈 好 问这个物体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来了 这个物体 怎么求 哎 我们先从整体上考虑考虑啊 这个物体的表面有哪些 有侧面 哎 三层侧面 这一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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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侧面想一想 有没有侧面的公式 所有圆柱的侧面公式 都是啊 半径乘以h 然后再想 还有什么 下面有个大底面 然后中间有个小溜 再往上有个小溜 再往上有个圆 你要是逐个求有点麻烦 我们可以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有那个平移啊 球表面就可以平移啊 你把所有的升起来 或者你把这个趴摁下去 所有的上底面 上面跟什么 哎 跟底面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嗯 下出来了吧 来 做一做 告诉老师 这道题的答案是 嗯哼 来 那我解了啊 好 首先关注这三个侧面 嗯 侧面的话 注意啊 侧面我们要用的是直径 π乘以1 乘以高是1 再加上π乘以2 高是1 再加上π乘以3 啊 高是1 好 π 2π 3π 6π 这是侧面啊 然后还有那个 刚才说的上底面下底面 对吧 上底面下底面 那就是π乘以啊 1.5的平方 乘以2 1.5的平方是2.25 2.25乘以2的话是4.5 所以是4.5π 对吧 所以总共的表面积就出来了 那应该是6π加上4.5π 等于10.5π 啊 把π等于3.214 带进去 我这地方求出来的是32.97 平方米 对了吧 好了 把这个支点写上啊 这个支点其实考察什么 除了考察基本公式之外 还考什么 哎 剩下一个是不是就考咱们表面积的平移了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立题第一题 立题第二题 是不是就告一段落了 来 哈哈 不算难啊 呃 有问题 自己整理整理 如果你要是没问题的话 那专业时间 做后面的立题 马上回来 咱们 感谢观看